有四种人不宜喝豆浆 第一个就是痛风 尿酸过高的人因为黄豆普林含量非常高 要减少使用 第二个就是肾功能不佳的朋友 要尽量避免使用黄豆 第三个就是肠胃功能比较差 而且消化不良的人要少吃避免胀气 第四个就是体虚的朋友要少吃黑豆 因为黑豆性质偏寒 节热毒容易导致我们的身体沉重 四肢无力 所以体虚的朋友平常以大豆为主就好